嗯...過去兩天吧 就昨天啊 發生一些事情 然後呢 想跟我的所有的粉絲說 抱歉我讓大家失望了 我在昨天的時候 一度要放棄接下來 8月17號的比賽 因為我覺得我壓力已經到一個極限 其實認識我的人都 尤其是跟我最親密的人都知道 其實我看壓性其實是非常高的 我想因為是因為被賽的關係 吃的少 每天有氧超過80甚至90分鐘 然後每天攝取的熱量 大約就是一個女孩一直在吃的熱量 長期的壓迫 以外呢 我還有每週出兩支這種 被賽內容的影片 我很喜歡做影片 很喜歡分享我自己個人的生活 所以這對我來說 不太會是一個壓力的來源 但是被賽一段時間後發覺 在做影片的時候 尤其是在發想一些題材的時候 腦袋變得越來越頓 那我也想要用我自己特殊拍Vlog的方式 跟你分享我自己 備賽的過程 那很多其實看到我備賽內容的人 其實都是一些新的訂閱者 所以可能不知道我的工作是什麼 我的工作除了全職 在做YouTube以外 我自己還有在進行一個運動品牌 一個原創的運動品牌 然後呢 這運動品牌 我們成立已經第三年了 算是一個非常小的里程輩 就是我們還可以存活下來 那其實過去的三年呢 我們這個品牌也是經過大大小小的事情 我覺得在今年開始是 我們要大幅度成長的時候 因此我和團隊計畫了很多不同的 新的想法還有企劃 甚至我們開發了兩到三條 新的不同的產品路線 這都是花我們數個月的心血 然後一直不斷的線上溝通 討論 不斷的做設計的修改 還有互相合作和廠商協調 尋找適合的 有信用的 有責任的廠商 同時間測試我們所有的產品 我們的布料材料 我們的版型 然後同時 以我這個身為公司的 或是團隊的領導者 我還要兼顧到團隊中每一個人 我現在團隊大概有十多個人左右 我要顧到每一個人 然後知道他們了解他們 然後提供他們想要的 他們才會留在這個公司 那在經營上面呢 我覺得經營品牌 其實算是在經營人 這種各方面的壓力 尤其是我們要開發新的產品路線的話 新的產品線 我們前期所投資下去的錢 這些都是我們自己做品牌 賣出去的產品 慢慢的存下來所有的資金 而不是由外債的金主投資 所以說我們過去成長的很慢 但是我們現在漸漸的 開始茁壯起來的時候 我覺得我們是應該要冒一點風險 然後開始做一點比較風險大 但相對的如果聰明的做的話呢 那我覺得投資報酬率是非常高的 但是 這五行給我很大的壓力 非常大的壓力 所以我的壓力呢 如果今天沒有比賽這場試的話呢 其實這就是我正常可以接受的壓力 這樣講好了 但是因為比賽 然後一直吃很少 動很多 很壓抑 讓我就是快要到一個極限 精神有點崩潰 晚上睡不著 你可以看到我上一支影片 分享一些 如果今天只睡不著該怎麼辦 所有裡面的東西我都做了 但是我過去快要接近一週吧 都完全沒有辦法好好睡 睡眠品質不穩定 因為總睡眠的時數大約不超過四到五小時 讓我就是精神不計以外 整個人都變了 我變得非常不想要跟任何人有任何的目光的接觸 我不想要跟我的朋友有任何的接觸 除我家人以外 我不想要跟任何人有任何的 不知道怎麼講 反正就是 我變得是一個非常 就是自閉 然後變得非常只管自己事情的人 因為我真的是 腦力非常有限 每天早上起來 真正有時間 專注在工作上面 大約是一小時 整個接下來我開始肚子餓 肚子餓的時候就開始瘋了 然後就開始想辦法找一些事情做 那除了喝咖啡啊 吃海鹽 多灌水以外 然後我還要等到大約十二點的時候 斷食到十二點 才開始去健身 然後拖著疲憊眼神去練 練完了以後 在車上用手機處理工作 解決一些很重要的問題 然後再吃一點雞熊肉 吃一點健身魚 然後再去上90分鐘的油養 所以讓我 在昨天呢 我就說 幹我要放棄 我放棄這場比賽 我放棄這場八月四敲比賽 我為何要比八月四敲這場比賽 我們接下來公司 會經歷一段需要衝刺 是風險很大的時候 會需要我很大的專注力在這上面 去排出很多不同的困難 協助團隊 但我現在卻沒有辦法做到這件事情 所以我壓力很大 然後又睡不好 所以那時候我就打電話給我助理 打電話給我朋友 打給Ashley 問她說 這些重重的問題 讓我想要放棄比賽 決定不比 八月四敲這場 決定就是專心的維持我現在的體態 然後呢 去比 年底的這場比賽 年底的IFBB Pro Qualifier 因為這樣會讓我有一段時間充裕的準備 讓公司的系統上軌道 這樣子的話 等到12月的時候 也去從現在開始算 大概還有四個月的時間 可以好好的整頓公司 然後可以讓各方面都穩定 因為現在我們的團隊雖然多人 但是還沒有一個人是 真正的在做主管這個位置 這個主管就是我 我就是一個除了執行長以外 我就是真的是在盯每一個project的進度 雖然每一個部門有特殊的人 在做特殊的事情 但是最終 我都還是要掌握到這些 那在被賽的時候 就很難去做到這件事情 所以我昨天一度放棄 我甚至還在想說 怎麼跟教練說 因為我現在錄這支影片 會接著錄到明天 明天早上的時候 會給教練說 我的體態回報 在兩天前吧 教練跟我說 哇體態進步很多 你的體態有點算是超前的進度了 然後他就給我一個refeed 那當天我當然就很開心的 吃了很多碳水 還不碳日嘛 吃了很多碳水 當天我吃的碳水沒有超過 當天飲食正常 但是隔天呢 我以為說 因為我晚上吃了很多碳水 會睡得好 結果沒想到沒有睡好 因為壓力太大 睡了三個小時 所以昨天起來的時候 精神非常不好 然後想到放棄比賽 就開始爆食 所以我吃了很多很多東西 我昨天吃了 除了任何的你想到垃圾食物以外 大多都是甜食高脂肪的 高糖分的 就是吃到最後 變成是 不知道我什麼要吃 你就是一直在塞食物 然後你已經不餓了 但是你就是想要吃 就是發瘋了 所以我就是覺得 對不起你們 真的對不起 看完影片 追影片追到現在 從背賽開始 直到現在看我體態改變 我過去分享一些 怎麼樣克服飢餓感 怎麼樣用靠心態的方式 靠堅強的意志 去戰勝的目標 想到說別人都錯過 為什麼不行 這樣子的心態 去達成你的減脂目標 我覺得 昨天讓我 讓我有一種覺得 好像自己是一個 怎麼講 很虛偽的人吧 所以我想要跟大家道歉 就我覺得讓你有這種感覺 然後我昨天也是 壓力才太大 後來我 我約了一個 精神科的醫生 我其實我很排斥吃 安眠藥 因為我覺得 安眠藥它是 會讓身體產生抗藥性 然後 我覺得安眠藥對身體非常不好 我覺得 但是我沒有辦法不睡覺 我不睡覺 我就沒有辦法控制飲食 我不睡覺 我就沒有精神 我就沒有辦法對付工作 沒有辦法經營團隊 我也沒有辦法好好比賽 所以我昨天 得到一些 醫生開口來綿藥 然後我也吃了一些 那我昨天晚上 有睡得比較好 但早上起來的時候 就是腦袋混混沉沉的 今天腳店早上起來大概 八九點吧 平常我可能 四點半我就起來了 所以到八九點 然後那時候還是一樣 要昏繼續睡 所以要十點 十一點左右 稍微比較好一些 那體重上面的話呢 從原本 抱吃以前 體重上升一些 因為太足為吸收水分嘛 所以那時候體重上升 大概到七十六左右 然後 昨天睡前涼 就是我昨天抱吃完一整天 我的體重 是八十四點九 從七十六 到八十四點九 今天早上是黃金星是多少 大概也是七八十左右吧 所以 這是我一五一十跟你分享 我現在 我在比賽 剩二十二天的時候 想要放棄 但是我吃完巧克力 開始在吃些東西以後 我發覺原來真正的原因 是因為我沒有睡 然後我吃太少 然後我工作壓力爆表 沒有地方排解 我覺得我壓力排解 工作壓力排解 唯一的方式就是 問題被解決 沒辦法割在一邊 所以 again 我想跟 就是跟所有追我影片的人 就是說很抱歉 讓你們失望 讓你們絕對好像 我很堅持在做這件事情 我確實 一直到昨天以前 都是很堅持的在 比賽 然後在準備 然後在 控制飲食 但是在昨天的時候 我真的忍不住 所以我抱吃以外 我也去找 精神科醫生 然後 去拿到 安眠藥 那我會在 這段時間的時候 有需要的時候 讓我睡眠可以好一點 穩一點 然後專心的把 接下來的22天 把它過完 然後 站在台上 比我人生第一場比賽 你也看得出來 其實我分享這件事情 是很 很猶豫 因為我知道 會有些人覺得說 我講話沒有 好像沒有誠信的感覺 但是這是事實 這是比賽 我自己比賽經歷的過程 就像我一開始說的 我會想要跟你分享 所有比賽 所碰到的一些事情 那這件事情發生了 我覺得我必須要跟你說 我必須要讓你知道 就是我自己 也是 有這個問題 這個睡眠的問題 因為睡眠 然後 也會因為用食物去 去想讓我自己壓力下來 降壓 對 這是我今天晚上想跟你講的 那 話題比較沉重 一開始 就是 你在一開始裡面 開始就講這麼沉重的話題 但是我想要把醜話先講在前面 就是我 我就是這樣子 我做影片一貫都是這樣 就是分享 我想要講的事情 不然我幹嘛要做影片 我不想要做一些很虛偽的東西 我想要告訴你 就是 真正發生什麼事情 當下發生什麼事情 一無一時的跟你說 所以 明天的體態回報呢 應該會蠻有趣的 因為我還要跟教練解釋 其實也不用解釋啊 我就跟他說發生什麼事情 然後 然後 看他怎麼回復吧 我猜啦 我猜 其實還蠻好猜的 他接下來就是要幫我剪 再剪熱量 再增加有養 然後再讓我痛苦一點 然後再讓我回到軌道 然後 去 度過這段時間 就這樣子 所以 今天晚上就錄到這邊 然後明天一早 幫我拍體態給教練看 假設我今天有吃藥睡覺的話 我可能明天體態回船的時候 他已經睡覺了 因為他在美國嘛 所以 可能一直到下午的時候 才會到他的回覆 到時候我再跟你分享 他跟我講什麼 好不好 不過明天禮拜六 目前應該是 還沒有什麼 我只要看一下行事裡 有什麼安排 但是明天應該會 花點時間 把公司的事情處理一下 就是未來的一些 產品路線的規劃 把它重整 就是工作的事情啊 當然 訓練 這個週都做完了 所以應該就是有樣而已 差不多這樣子 22天就要比賽了 然後 我居然在 第22天 23天的時候 抱持一頓 體重上升了 將近快要10公斤 你知道嗎 真是快要瘋掉了 但是 沒辦法 就是 壓力大 那不行 這就是 就是這樣子 不過 希望你可以理解 我現在的感覺 不過我不會放棄比賽啦 這場比賽 8月11號 我絕對會比 都剩下聖三週了 一定要比完 對不對 對 所以 我們就這樣吧 好不好 那我們就明天再見 等明天教練回復 OK 好 好 好 這就是我說的 失眠 現在 早上時間 3點半 然後 晚上大概 10點半 入睡 所以睡 5個小時 至少 昨天吃藥的話 是安穩的睡 5個小時 但是 突然 三夜半前三個廁所 我就不想要繼續睡了 這就是 很大的問題 我等一下應該 再次的睡一下 不然 你看我現在起來 肚子就開始餓了 我現在太暗了 也沒辦法拍體態的回報 所以說 大概 再回去休息 大概 1到2個小時吧 試試看 好 剛把體態回報給教練了 然後我也是一五一十的 讓他知道現在的情況怎麼樣 包括我前兩天 保持的情況 因為現在早上時間八點四十五分 所以不知道教練什麼時候回我 雖然今天我安排的是休息天 但是我想要去台北找一位朋友 我們就順便一起練吧 大概就練個肩 雖然這週已經練過肩了 不過在比肩體的時候 你的腰肩的比例很重要 就是說像我這種腿很粗的肩和背看起來很大 那相對的我的整個腰就會看起來比較細一點 所以說雖然去練之間不會是什麼太大的問題 所以說現在要準備出發 然後我們到台北開練的時候呢 我們再開始錄 所以說準備出發 See you in a bit 現在計畫是要斷食斷到我到台北後 大概半小時 然後訓練前呢 可能在一個全家便利商店買一個雞胸肉 然後差不多這樣子吧 因為今天碳水一樣五十克而已 脂肪二十克 然後蛋白質兩百二十克 所以說真的真的吃了比較多的就是蛋白質 所以先斷食一半食 現在肚子也不會餓 然後可能在路上 可以的話呢是買些咖啡吧 然後我帶自己的水壺 就是它大罐這個水壺 所以就這樣子 反正就是我不餓的時候 我就延遲我進食時間 我現在的背賽的策略都是這樣子 我不會在我一餓的時候馬上吃 我會盡量的延後 然後一直延後到我真正需要熱量 就像是我在訓練前啊 或是有氧前啊 我才會真正的去補充第一次的熱量 就是我第一餐 其實剛好跟韓哥來那個煎樣 我們做的話呢 我們先從側的開始 就是深咬西的中速 然後我們中速呢 做兩組以後 回比到後速 後速我們應該做三組 因為我自己覺得啦 我後速的大小和前速中速比起來的話 還有一段差距 所以我會多增加一些訓練量 在我的後速上 然後接下來我們再做前速 因為前速平常我在做胸推的時候 就會帶到 所以前速的訓練其實慢 平反的這種訓練 所以我先從這個機器 然後手肘 往上提的方式 慢慢放下來 四組十五下 現在一樣每天喝水 然後我現在每天喝水一樣 10公升 然後一樣10分鐘跑一次射水 下來了 現在做這動作的時候 我的本身在用力的地方 唯一在用力的地方 就是在我的中速而已 我的手握的把手啊 是完全放鬆的 然後我是完全用這邊 我的鉛筆往上推 然後去夾我的中速 就這樣子 然後我們剛最後是下了 就滿身 大概就兩... 兩到三組吧 然後我們再做正式組 正式組 十五下 我們現在要做呢 我們要用啞鈴做 那啞鈴做的話我們會做兩段式的伸展 第一個呢就是我們先從...我們先做十下的 然後大概是半個行程 測平局 然後接著做完半個行程以後呢 我們再做全部的行程 然後也是十下 這樣子我們會做三組 OK 大概就一半的行程而已 就是...去掌控...中速的收縮 在半行程的時候盡量不要讓你的斜方肌進來參與到這個動作 但是...在全部行程 然後先方肌肉一定會參與 所以沒有辦法力 一般來說 如果我在... 不是在背賽或是增肌的時候 大概會做個十二到十五下 那因為... 現在背賽的力量真的是... 上不來以外呢... 體力也不足 所以說... 我覺得... 我現在的目標在背賽的時候就是... 盡量把動作做到完整 然後去... 讓大量的血液集中在我訓練的部位 養分到我訓練的部位 然後去維持那個肉量 這是我的... 我的策略是這樣子 但是在... 訓練的原理上面是一樣不變的 一樣是... 讓你的肌肉達到完整的收縮... 舒張 然後... 主速訓練量啊 這些都是要注意到的 你懂意思嗎 也就是說... 其實... 肩脂或是... 伸肌他們的... 原理是不變的 但是你會試著你的身體的情況 去做一些訓練量的調整 就這樣子 幫你... 幫你... 不要讓你的斜方... 上來太多 就一半而已 一半... 完全就是... 對... 下沉你的肩膀 對... 就是這樣子 對... 十下以後呢... 做完整的行程 好... 十下後... 完整行程 Good 2... 2... 3... 4... 5... 2... 6... 7... 8... 9... 10... G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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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這次已經練過肩了 所以說這次我們練肩的話 主速會都減少一組 而且這次其實算是低樓 也就是說我的訓練量會大減 所以說既然第二次練肩的話呢 當然我的總組數也會減 然後重量也會減 所以說我這個動作的話 我們就做三組而已 那我們就換下個點做 這個動作我超級愛做 為什麼呢 因為這當初是Sebastian教我的 他說 你看呢 當我們人是側傾的時候呢 然後滑輪 它移動的方向 會直接的 和我們的 三角肌的測速 是同一個移動的平面 有沒有 我覺得它的重量 是完全是loading 在這一塊上面 但如果你今天站直的話呢 你從側面看 你在loading的時候呢 你就會看到 其實三角肌的前數 也會參與到 有沒有 如果今天 滑輪 在我全眼這邊 往上拉的時候 三角肌的前數會參與 中數會參與到 但如果今天我們是 往前身體 大概30度左右的話 上來下來的時候 都是三角肌的中數參與 前數反而是 是輔數而已 有沒有看到差異 有嗎 所以我們做這個動作 很簡單 你不用帶任何的東西 不是你要抓一個滑輪 你要抓一個把手也可以 我是不會抓啦 重量不會很重 然後一邊 我們就做12到15下 如果你有肌肉 左右失衡的問題 像有些人說 我的左肩啊 或是我的左胸 看起來比右胸還要小 那你就要多做這種分離式的訓練 所以我們大家做的時候 我會先從我弱的那邊開始做 也就是我的左胸 左邊 然後我做一隻手 靠在我的膝蓋上 另外一隻手抓著滑輪 然後側了 大概30、45度左右 然後往上舉 直直上舉喔 我的手是直的 然後直直上舉到90度後 再放下 全程我的三小肌鬆束都會有上路 12下後換邊 如果你在這邊做對環 你會真正的感受到 中肅的緊繃度 因為他手縮完全都是在三小肌的中肅 所以下次試試看這個動作 我今天會做三組 平常會做四組 12到15下 看你 沒錯 全心朝上 對 好我們剛剛做完了我們三小肌中肅的訓練三組 那接下來我們要做也是一樣三組三角肌的後術 那後術我習慣用的第一個動作呢 是 Face Pull 原因在於說我覺得Face Pull可以讓我很精準的去讓我的三角肌後術發力 對你來說你不一定要先從Face Pull開始 你可能可以先從反向飛鳥開始 因為反向飛鳥它其實也可以滿整的啟動你的三角肌後術 那我選擇這個動作呢對我來說我個人比較偏好啦 所以說 三角肌後術它算是小肌群 所以小肌群的話 重量第一個你要選適當 再來就是它的肌肉感速度非常重要 所以說我們做的次數會稍微高一些 會到15到18下 一般來說我會做四組 那因為這個禮拜是D-Low 而且我也練過肩的 所以說我們就做三組而已 然後重量大概是可以做到12下左右的範圍 那因為D-Low的關係 我也不會讓我每一組做到立結 如果今天假裝說我做11下 然後覺得要立結了 那我就會停止 因為D-Low的用意在於 讓你這段時間訓練減量 然後可以讓你肌肉有足夠的修復的時間 所以讓你下一周的時候呢 你的提示能會回來 然後你的重量 你所有的訓練的表現會更好 這是D-Low的效應在 所以說千萬不要在D-Low的時候 反而讓你做到立結 這是完全是反效果的事情 OK 所以我現在要做第一組 那我們請帥哥攝影師麻煩了 人家以為是那個Eric 喔沒有 沒有是你 是你就是你 沒有沒有 Let's do it 我會讓我的金家母 稍微完全往前丟了以後 再後收 然後再後辣 我 算不可以 OK 15下 大家還可以再做個四下左右 但是我不會繼續做 因為D-Low 所以我就用它的訓練量減量 OK 所以我跟大家提一下 我們 我現在今天穿這件呢 是我們抗菌短褲 賣到缺貨的抗菌短褲 然後據說好像馬上就要補貨了 那其實我們過去強調這塊 這抗菌短褲呢 是你三個月不用洗 因為它裡面有一層銀身尾的抗菌布料 99%的抗菌布料 但是我沒有強調它到底有多好穿 但是由於我們的短褲呢 已經在市面上跑了 其實在各家健身房都看得到 那如果你今天看到的話 你可以問問他們說 這空氣短褲好不好穿 到底舒不舒服 我相信每個人都跟你講說 這是他們穿過最舒服的短褲 不憋 然後有些短褲你穿了 看起來好像很好看很緊 但是你回到家的時候 第一件事就是想把它脫掉 這件空氣短褲是完全不會有這種 讓你想要脫掉的感覺 你可以在家裡就是chillin 很chill 去台灣沙發上穿這個短褲 而且它夠寬鬆夠透氣 你要怎麼樣拉 你也不會撈到你的小鳥 懂嗎 所以這是我們之前一直沒有強調 就是它多舒適 我記得它馬上就要補貨了 okie dokie 我們現在來到三頭後三角的訓練的 第二下動作 我們要用啞鈴座 那啞鈴座的話呢 我們要用一個這種鞋背的 然後讓你的胸 二分之一靠在胸墊上 所以你二分之一的胸會腾空 那我們在做的時候呢 就是要讓我們後三角達到收縮 所以是完全延展後呢 做一個環抱式的收縮 往上 上提 給大家看我訓練 看我示範一次就知道了 那我們這個動作 一般來說也做四組 因為今天第二次訓練 然後又是D-LOG 所以我就做三組就好 那我一般來說會做12到15下 那這次我就做12下 這樣子好不好 因為都是D-LOG的關係 所以說我這個次數會少少一點 Let's go Let's do it 我剛剛選的狀量稍微比較輕一些 所以我做15下 OK 因為剛剛反向飛鳥 所有的器械都被佔據了 所以說我們就用這種滑輪的方式 然後做單邊的 然後一樣一邊的話是15下 那我們等一下做的時候呢 我們要固定我們全身 除了我們在動的 那一邊的後三角的外 其他都不動 OK 所以說你要 一隻手可以抓著這個滑輪的把手 然後另外一隻手呢 就是抓著這個把手以後呢 完全向後延伸去收縮擠壓 你訓練那邊的後三角 示範給你看 一邊的話就做12下 好 換邊 15下 其實這跟反向飛鳥的器械 是一模一樣的 動作行程 只是要比較費力 費時啦 因為他還是只能做單邊而已 所以這是一個不錯選擇 OK 三組 12到15下 原本我們剛剛要做也是前術 應該說我們剛剛已經做完最後一個 30G後術了 那接下來我們要移到前術 通常在這麼前期比賽之間 我會盡量的避免去做啞鈴的動作 就是避免要受傷 所以說 沒辦法 因為這邊太多人了今天 所以大家都會用機械 我們就拿啞鈴 然後呢我們要做Honor Press Honor Press它會連續帶到你的中術 前術和中術 所以你等一下做的時候 你是手握著壓鈴 在胸前 然後順勢的 往上推的時候呢 讓你的肩向外旋 然後往上推 下 下 下的時候回圓回到回來 然後我們做12下 4組 那一般來說做4組啦 那我今天幾乎所有做3組 我手就完全突然沒力了 還好沒有受傷 這邊是完全突然沒力 所以我等一下大概做個 找個15公斤做 然後把剩下腦子做完 去比賽 剩下距離今天21天 其實沒什麼特別速度的感覺 就是力量下降很多 然後沒什麼體力 像我剛來去年前 我就吃4片雞胸肉 總共蛋白質不到50克 沒有碳水的情況下 然後昨天做了90分鐘有氧 然後沒有力 昨天晚上睡3個半小時 就是還蠻正常的啦 就是我覺得 聽到 像杏杏他也背過賽 然後很多人私訊我 是過去也比過賽的 他說 接近三週的時候 這種感覺都差不多的 都是你會 心情非常低落 然後力量上不來 什麼話不想講 你不想跟任何人接觸 你就只想要 顧到自己的訓練 顧到自己的飲食 顧到自己的生殖工作 像我後 我壓力很大一份工作 就真的是沒辦法避免 就真的只是這樣 所以就是 好好把今天中訓做完了 我們就快做完了 先做一個動作 做完後我就要離開 然後回桃園 然後接著把 今天下午的 一個半小時就要做完 然後杏要去吃 好吃的東西 然後我就去吃 我地瓜和雞胸肉 我地瓜還能吃 200克 不到200克的 就是不到50克的碳水 到11天 Let's go I can do this 某些人一定會覺得說 我很神經病 為什麼在大庭廣東下 不穿衣服 原因很簡單 你看到我皮膚現在很黑對不對 因為我在曬 然後 因為我馬上就要比賽 大概剩下三週的時間 所以每個禮拜的時候 都去曬一下 然後讓身體皮膚顏色變黑 那據說 這一場比賽 好像是不能塗其他的膚色劑 然後也不能上油 所以說 顏色要黑一點的話 它的線條才會明顯 那我剛剛穿的是背心 然後今天太陽蠻大的 所以說 我就不想要讓自己身上有曬痕 於是我就把上衣脫掉 同時也是因為太熱的關係 那我知道台灣是比較封閉的地方 台灣比較保守 所以說 穿上衣這樣子 可能會覺得很奇怪 但是自我原因在這邊 不然我其實在 現在在國外的話 這邊當然不是國外啦 當然知道 但其實在國外 一不穿上衣沒人屌平 你知道嗎 但台灣的話就會有一點異樣的眼光 但是 我今天不是要 引來一些異樣的眼光 而是因為快要比賽了 然後 我不想要曬痕 然後加上也很熱的關係 就是這樣子 然後我們剛練完 很開心啦 今天練完了 至少早上做一點事情 下午呢 等一下回去休息一下 可能吃個碳水 然後接著看教練有沒有回信 如果教練回信 然後一樣叫我說 叫我去做90分鐘有氧 我他媽就是一定要去做 所以我盡量 現在盡量就是先把碳水留下來 有到晚點的時候 要去有氧的時候再吃 我剛才做完我的70分鐘有氧 然後今天做完以後呢 就正式的來到了倒數20天 也就是說20天以後我就會上台比賽 那我也在大概下午3點53分的時候 收到教練的訊息 這收到以前呢 其實我心驚膽讚 因為我不知道教練會給我什麼樣的安排 他可能認為說我狀態不好 我可能認為我需要再做更多的有氧 因為過去我一直在做90分鐘的有氧 那好消息是他回信給我 他說 我們現在正在座位置 我現在不想改變任何東西 只要留意 沒有更多的營養 再改變我3天 也就是說以我現在的體態呢 現在的狀態 還不想要做任何的改變 那他還跟我說接下來我的有氧一樣 是每天70分鐘 飲食也是一樣 每天碳水50克 20克脂肪 225克蛋白質 那以我現在進度呢算是不錯的 就是我們現在是一個 狀態是算是良好的 所以讓我鬆了一口氣 那接下來我真的要應付的就是好好的 finish 接下來這20天 然後睡眠的部分的話 我也是盡量的去做到 可以讓我克服睡眠這個問題 OK 那我再次強調我真的是很排斥吃 暗眠藥這種東西 因為我知道暗眠藥會產生抗藥性 而且對於身體代謝 還有就身體的器官是非常不好的 那我覺得這也沒有辦法的事情 因為我的壓力實在是太大了 然後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我順便跟你分享一下 為什麼壓力那麼大 因為我們接下來的11個月 品項的規劃 都在過去幾個月的時候 一直不斷的就準備 那我們Tiger呢 接下來會出一系列的東西 這一系列的東西呢 是全新的挑戰 然後也是 我認為 會是一個我們品牌 一個很大的突破 然後我會 我自己 我們團隊 抱很大的期望是 我們的舊課 會非常喜愛這一系列的東西 而且我們的新課也會非常喜愛 我給你透露一點點好了 我們接下來會出的幾條不同的系列呢 其中有一個叫做Essential 另外一個就是Limited 然後再來另外一個呢 是備賽系列的東西 因為我發覺我在做準備比賽的時候 有很多東西我覺得我需要 想說我在熱身的時候 我需要穿一些比較寬鬆的衣服 我可能在做Posing 或是在做有氧 或者任何事情的時候 我希望有一系列的衣服 是專門為這些備賽者而準備的 備賽者而設計的 以備賽者的出發點 以備賽者的需求 而去做設計 然後出這些款式 然後我們的Essential款式呢 也會是大家最喜愛的版型 就是我們過去出過 所有的款式裡面 我們如果做過很多 幾百張問卷調查 然後 然後統整下來 大家最愛的哪些版型 短袖類 背心類 長褲類 短褲類 還有帽提啊 等等的 我們會把這些版型呢 全部的 再做一點點的修飾 就是把可能大家不喜歡的地方 做調整 然後保留喜歡的地方 然後接下來呢 我們會每一個月 都會出新品 而且這些新品 絕對會是你們最愛的東西 所以這是Essential管式 然後再來我們還會再出Limited管式 Limited管式呢 可能就是當月 然後不會再補貨 然後它是一個很特殊的設計 然後它會有一個故事 會在後面 也就是說 這個Limited 每一項產品 都會有它自己的故事存在 為什麼它今天 會有這個產品出現 為什麼你需要 所以光是策劃這些 就花了很多很多的腦力 然後也花了我們團隊很多的時間 那我也需要一直不斷的追蹤進度 然後一直不斷去調整 然後去教我的團隊 怎麼樣去建立這個系統 所以未來當我們公司越來越大了以後呢 我們現在所有團隊的人 他們都會晉升變成為幹部 然後這些幹部底下呢 就會有自己的團隊 去幫他們去做 在每個部門裡面該做的事情 所以在建立這個系統上面 會需要花很大的時間 很大的精神 然後同時 我也需要花很大的精神 專注在控制飲食 然後在準備比賽 然後也要找時間去做油養 我覺得最困難的地方是 調整我現在僅有的熱量 然後分布給我最需要熱量的時候 也就是說 當團隊最需要我的時候 我需要思考的時候 那我需要撥一點熱量 給我在專注思考的時候 但相對的 因為我沒有太多熱量可以分配 也就是說 我就沒有足夠的熱量去做完我 可能90分鐘的油養 所以我會變得很累 或是我沒有足夠的熱量去做完我的訓練 所以我又會變得很累 然後晚上的時候 因為吃得太少 動得太多 壓力很大 一直想工作的事情 所以沒有辦法好好地睡覺 所以我覺得 從總體來說的話 我覺得比賽真的是非常耗費 除了體力 還有很傷身體以外呢 也是非常傷腦袋的一件事情 也就是為什麼 我當初一直很不想要比賽 不過我覺得比賽是一個過程 然後我也經歷了 這麼長的一段過程 然後也剩下20天 雖然昨天我想要放棄 但是我決定還是把這一場比賽 8月17號 他能浮成杯 好好的比完 而且教練也給我 算是一些鼓勵 他認為說 我現在的狀態算是不錯 即使我認為 我好像搞砸了一切 然後我也覺得 對不起你們 這就是比賽 背後 可能你看不到我的東西 可能你在 IG上面 看到很多網紅 他們在比賽過程 然後看他們的體態改變 你很羨慕他們 但是有些人 他們不會去分享 背後 所經歷的痛苦 不是說他們不想要分享 而是說 我做影片 我做這個非賽系列 本來就是希望跟你分享的 就是這整段過程 然後我也很開心的 達到我設定這個目標 就是跟你分享這段過程 所以 接下來 剩下20天 我會好好準備 即使再困難 我會盡量的去保持 在 我該做的事情上 然後我也不會放棄 一樣去把這樣賽比完 因為我知道很多人 包括在YouTube 在IG上面 一直不斷地跟我說要撐下去 我連最近發的影片 我都還沒有時間去回覆 因為我真的是沒有什麼體力也剩下了 現在大概快到9點鐘 大概剩不到兩個小時 我就要把電腦關掉 所以 一定要幫他處理一些公司的事情 今天禮拜六還是要一樣 把一些問題做一些回覆 有些重要的抉擇需要我參與的 所以以上總結呢 就是今天的Vlog 希望自己對你有幫助 早一開始很沉悶 那肩部的訓練呢 我希望對你有幫助 就是這樣子 明天又是新的一天 就是保持一個 我現在盡量不去算日子 你知道嗎 就是好好度過每一天 明天休息天 所以我真正需要 專注的事情呢 就是有氧而已 OK 所以 That's it 希望你喜歡自己的內容 然後呢 一樣 下面留言讓我知道 你的想法是什麼 我有時間的話 我一定會回覆 我現在就要回覆 我上一次發的影片 OK 我第一次洗澡 Anyways That's it 謝謝你的收看 我們下次再見 OK Peace out OK